我是赵少康会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大涨128点指数17788 台股昨天涨了60点涨0.35个百分点 现在涨127点为什么因为美股昨天大涨开盘的时候还没什么特别涨 开盘是我看睡觉之前没什么特别的 怎么搞的早起来变成这样 道琼大涨383点大涨了1.08个百分点 NASDAQ大涨327点涨2.15个百分点 S&P500涨了1.63个百分点 费城办半导体刚是大涨了3.89个百分点 欧股三大指数英国中跌0.66个百分点 法国中涨0.47个百分点 德国小涨0.15个百分点 所以美股涨刺激台股涨 今天SERIUS6号台湾各地及蓬汇金门马祖大多是群道多运的天气 明天17号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道路冷静在南下 北部及东北部天气转冷 今天明天东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都有常浪发生的几率 明天基隆北海岸西南部沿海也有常浪发生的几率 温度北北基19-27度 陶珠苗17-25度 中张头17-28度 云嘉南16-29度 高平18-28度 降雨局都是0 宜蘭18-27度 花莲19-26度 台东20-26度 降雨局都是10 外岛16-25度 降雨局是0 我刚刚为什么看到陶珠苗就特别看一下 陶珠苗比台北高温低 北北基高温27陶珠苗25 因为我今天下午要去苗栗 而且苗栗演讲 下午在苗栗演讲 那所以苗栗 要看穿什么衣服了 因为到不同地方有时候你衣服穿不对也不行 那后天我是要到台南高雄 台南高雄 高雄今天最高28度 台南最高29度 所以明后 今天明天天气高温应该就是高了 但是后天礼拜六温度会比较低 所以呢 国民党就担心会不会投票率不够 民进党应该很高兴 因为假如说天气不好 会不会影响到投票率 可能会 尤其北部 因为南部天气应该还好 北部如果湿冷 可能有人就觉得算了算了 特别年纪比较大的人 那本来蔡英文的策略 就是用南部来补北部的票 南部比较支持民进党 那如果说北部天气又不好 所以对民进党是有利的 不过这谁也没办法 天有不测风云 升息近了 美国联准会对抗通膨 加快缩减购债规模 为了对抗通膨胀 美国联准会宣布 加快缩减新冠疫情爆发后 支撑经济的购债计划规模 官员预期明年至少升息三次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美国联邦准备理智会主席 报告两周前就暗示 货币政策紧缩时程将加快 最快明年春季调升 目前趋近于零的基准利率 联准会如今宣布 通膨威胁升高 将更快结束债券购买计划 点证图显示 联准会官员预计 明年升息将多达三次 但估计通货膨胀将会下降 上个月初联准会同意 每个月减码150亿美元的速度 缩减原本每个月 购债1200亿美元的次级措施 最近会议更决议 每月减码金额 倍增到300亿美元 明年1月收购600亿美元的 国民美国的公债跟房贷 担保债券预定 购债计划在明年3月退场 联邦公开委员会声明 联准会加快缩减 购债规模的理由是 通膨形势的发展 跟劳动市场进一步好转 那 今年 今天的这项决议呢 似乎也预告明年春季将升息 最新预测指出 联准会多数官员预期 明年三度调升基准利率 一马2023和204分别两度升息 联准会主席报而说 政策将持续为经济提供适当支撑 所以他们认为 今年2月21 2022会两次 三次升息 2023两次 2024两次 不过我觉得 去预测2023 2024都太早了啦 那个随时会变化的 换句话说就是 因为通膨嘛 所以他们叫加息 涨利息 来遏制过热的经济 所以他原来是购债 他就减少这个规模 所以购债就是 比如说公司会发行公司债 或者是反正各种债 政府就出钱 那就把这个钱灌到市场里面去 那他现在减少这个购债规模 虽然讲减少呢 还是很多了 那美股也没受到影响 还继续往上走 我们来看看今天 拥抱希望传出外 我们要异卖什么 今天要异卖的商品 是台湾三菱电机提供的 三菱电机变频除湿机 MJEV250HMTW 尺寸宽41公分 深29.9公分 高63公分 大水箱5.5公升 下方设有四颗滚轮 轻松移动 否则你台很重嘛 有很多人是比较晚上 拿到浴室 白天拿到客厅 或是反过来 不一定的 那特色是三菱电机的旗舰款 业界唯一日本制的变频除湿机 变频不要是成电 业界顶尖大容量 达到每天25公升的最大除湿能力 我在看没看错 25公升 怕中间2.5就不对了 25公升 能源效率第一级 变频能因应不同环境 自动调整最佳运转模式 让你省电又省核爆 热交换器上面 还增加了三菱 独家耐久的防氧化涂装 增加热交换器的寿命 还能兼顾清净空气 搭配搭载PM2.5 抗菌消臭滤网 强劲的除湿风力 也是可以干衣 可以干衣 有干衣的作用 搭载机体内部干燥功能 长期不除湿池 也不用担心 内部发霉发售 有些除湿机 你不用里面就发霉了 价格原价27,900 现在易卖价25,000 而且免运费 易卖专线07,333,1115 07,333,1115 这是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的专线 有义工 15线 义工在那边给你服务 爱希望儿童关怀发展协会 主要是对偏乡的儿童 给他们客户辅导 同时又给他们公餐 又给他们吃饭 你来读书 还有一顿热腾腾的好饭可以吃 热腾腾的饭汤菜肉 所以等于是既补他的知识 也补他的体力 也补他的身体 因为三菱这款 他的水箱很大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厨室有两种东西 一种是一般你家的冷气机厨室机 他自然把空气的水就带走 一种是手提就像这种 因为有人不喜欢冷气机 认为可能耗电量比较大 或是觉得冷气就冷气 干嘛开厨室 有的时候声音很大 他宁愿用这种手提的 那手提最大的问题是 组存那个水的能力不够 一下就满了 一下就满了 天气很湿 那三菱这款呢 是这个顶业界顶尖大容量 就是容量非常大的 所以呢 他可以比一般人这个时间耐得久很多 另外就有些人比如说不在家的时候去除湿 回家就舒服嘛 干燥嘛 那不在家除湿 你一直开的那个冷气 他可能会觉得不会停嘛 所以他当然你可以定时了 但又有人就是开着 那这种好处是满了 他就满了嘛 他水箱就满了 不会 不会 这个run太久了 那他的水箱又够大 所以 应该是不错的了 而且原来两万七千九 现在降价卖两万五 既可除湿 又可做好事 这个一举两得 一举两得 湿是很麻烦的 这个很多毛病 很多身体的问题 很多环境的问题 都是因为潮湿 因为潮湿的话 除了满以外 除了满有很多细菌 是容易滋长 所以怎么样维持一个干燥的环境 就非常重要 我们其实不太重视这个 我们只以为我们夏天要除湿 冬天不要 不错了 冬天的时候也需要除湿 否则你这个很多衣服都长霉了 看到没 湿啊 湿冷 也会涨霉 所以如果把环境里面搞得比较干燥 整个都好了 你会 也比较 精神比较爽快 很多问题都是湿造成的 如果你整个房间湿 你的枕头也是湿的 你被子也是湿的 你的床带也是湿的 整个都湿啦啦 衣服涨霉什么 对健康其实很不好 好 那么 台股现在 涨了106点 涨得还不错 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 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的军演 美国议会对我们是不错 美国参议院通过2022年 国防授权法案将送交总统拜登签署和生效 法案中建议五角大厦邀请台湾参加2022环太平洋军演 但是我记得以前也建议过 国防部也没邀请 要不然就是偷偷的低调的 美国参议院通过2022年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案 89%赞成10票反对 法案将送白宫 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和生效 先前在7日 众议院已经以363票赞成70票反对的票数通过 国防授权法案总额高达7680亿美元 为了威吓中国提出的 太平洋吓阻倡议大概70亿美元 71亿 还有多项提升台湾防卫能力的具体说是 包括在1246到1249条 你看这多少条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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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会指出 美国政策是维持美军 阻止中国到了武力犯台 造成继承事实的能力 提到 其中提到加强美国国民兵跟台湾合作 国民兵 台湾问题是没有国民兵 我是超好康 欢迎你回到 超少康 是你现在在被股市内上涨102点 零号报件的头版头是 这个莱猪开放周年 莱猪开放周年 那 美猪进口减的68% 比我原来讲的还多 我原来讲减了75% 它现在实际的数字减了68% 就是美猪原来是进口台湾最多的 这个去年进口了14567公顿 14567公顿 因为一公顿是1000公斤 其实很多 那有14567 结果到现在为止是进口了1920 你就算2000好了 就从14500变成2000 减少这么多 为什么 就不听我的话 早就跟你讲了 这叫做 略币推出良币 记得吗 我这种喊出来 我还觉得蛮得意的 你看 人家是略币推出良币 我是莱猪 驱逐美猪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要求说 你就算要见莱猪 你标明 哪些是莱猪 哪些不是 他就不肯 他说标明呢 你会害莱猪卖的不好 好 那你不标明呢 你就害美猪卖的不好 就这么简单嘛 因为你不肯标明 所以大家就不知道 这个美猪呢 我现在买了 哪些是莱猪 哪些是不含莱猪的美猪 最保险办法怎么样 就不买了嘛 所以台湾人自己很厉害的 他自己会判断的 我就不买 就是那么多猪肉 我干嘛一定要买美国猪肉呢 所以现在西班牙猪肉就起来了 这个原来只进口了9000 现在变成了15720 西猪取代的美猪了 本来西班牙猪像伊比利火腿 这些都很好了 那就是美国人自己活该 然后呢 政府呢 又不敢跟他讲实话 然后呢 其实蔡英文是骗美国 这样就会好了 这样好了个鬼了 当然是不好嘛 所以美猪根本现在卖不掉 你看现在餐厅都说 本餐厅使用美猪或西班牙猪 到菜市场 我最近跑了好几个菜市场 摊贩都写 本使用台湾猪 就使用台湾猪 所以没有人敢讲 使用美国猪啊 那美国猪没有那么坏啊 只是被来际搞坏了 那你就标清楚就好了 就是不肯 那你不肯的结果就是 美猪都不买嘛 那这是你的目的吗 你光嘴巴叫我要公平 我要公平 我不要就是不要标的呢 那有人讲说你在美国还标啊 当然美国可能跟地不同啊 但是美国至少 比如有些是有机的 那一定不会含萊剂嘛 等等类似这样 他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嘛 而且美国的第一大 第二大第三大 第四大的养猪厂 都不出口了嘛 不是不出口 都不用萊剂养猪了嘛 大陆一年进口两万多顿 对不起 两百万多顿 都不含萊剂 我们就一年进口一万顿 你还非要含萊剂 你不讲理了嘛 就是说老美就可以这样恶霸 然后呢 因为老美不讲理 蔡英伟也跟着不讲理 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他们拼命讲说 萊剂没问题 那台湾猪为什么不吃呢 台湾猪不能吃 台湾猪吃是违法的 猪能要被罚 罚很重啊 为什么不给台湾猪吃那么好 肉又可以瘦 肥肉又可以少 为什么不给台湾猪吃 当然有它的副作用 而且国际当时投票是69 比67票 也不是全面的这个赞成 很多国家还是有疑虑的嘛 只是美国用政治力 让它通过 不过是这样 习近平跟普丁第二次会了 第二次视讯会 我觉得就是 当你美国去联合 什么英国法国这些 五眼联盟这些 结合起来去压迫 中国跟苏联 跟俄罗斯 他们就会结合一起嘛 这道理就很简单 因为它这个世界局势是互动的 它不是是单一 是不动的 它是互动的 当你互动的时候呢 你有一个动作 别人也会有动作的 颜宽恒说要一人一心 写给NCC NCC真的 真的是真的变成张CC 然后呢 NCC 它有什么公平可言嘛 中天会把你干掉了 对不对 然后到现在 这些电视台 晚上的政策 都在打颜宽恒一个人 奇怪了 就说 你有那么多题目可以做 你怎么就每天在打颜宽恒 而且从 白天打到夜晚 打到深夜 那颜宽恒他们也不错 把它统计起来了 这个节目谁是第一 谁是第二 谁是第三 多少时间骂我等等 那NCC也不管 NCC也不管 那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NCC真的也可以废掉了 真的是没意思了 原来是希望跟美国那个FCC一样 我就告诉你 什么事情到台湾来 我就局越怀为止 你知道 原来好好的 到了这边就变职了 就变职了 反而变得更 你原来比如说 新闻局管 那这个时候呢 立委制还可以 还可以监督得到 那你到了NCC 他就委员 这委员是什么人呢 大部分人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人 然后你问主委 他就说是委员决定了 那委员不需要负什么政治责任了 就反正就 任何 所以我常讲 台湾是委员会害国 误国你知道 都搞一堆委员会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谁的意思 不是谁的意思 反正还是委员会 集体负责 集体负责的这个 结果呢 就是 集体不负责 都不需要负责 然后呢 照理讲 你委员会可以表决 不是他才共事决 只要一个委员坚持 大家都让他 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那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朱陆豪先生 台湾第一美猴王 来来来 这个陆豪先生 你好 那 就是说美猴王 说 17年来都无人可以取代 先讲讲这个过程 好不好 孙悟空 是 其实我 我演孙悟空 那个时候常常演嘛 所以常常代表国家到欧美地区去表演 艺术节之类的 是 那就被法国啊 这个德国 他们就反正就 就觉得说 哎 这是个最顽皮的猴子 台湾啊 所以呢 就慢慢慢慢就被 我们的媒体就 就叫我台湾第一美猴王 是 那是因为太多太多演出的经验了 那在17年前呢 我自己因为第一个人这个唱武生的演员啊 是 一过45岁以后 他的体力啊 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唱孙悟空要 翻来翻 要这个唱作念打翻滚 哇 所以你一个人要演90分钟啊 所以很辛苦 所以我最后一次呃 在演出是2000年在巴西 是代表国家在巴西演出 是 那在那一趟回来之后呢 我就觉得哇 受不了了 因为我连续演的四场啊 每每一场都是在扫完金箍棒以后 我在羡慕之前 我躺在地板上 都快休克了 这么那么累啊 很累 所以我才决定要交棒了 是 所以在04年呢 我自己就做了一个美猴王的退休仪式 是 就把这个角色呢 就交给这个年轻一辈的学生们 是 但是呢 虽然这17年来 我自己转换了跑道 演的电视剧啊 电影啊 舞台剧等等 可是心里面想的 对美猴王这个角色 心里面还是很割舍不掉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这 从去年开始呢 就真正教了两个学生 我们希望这两个学生呢 能够 把这个美猴王的棒子呢 这个接下来 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次演出 希望能够以演代训 让他们跟我同时演出 然后同时看到我的一些细节 然后他们可以学到这样子 是 我这还用心良苦 我看资料 你是九岁开始学金剧 对 是陆光第一届毕业生 没有 陆光剧校第一届 然后你在公司还演过 韩业序曲 是 得到金钟奖 这个戏剧类难配角 这不简单 换句话说你这个 这个评 就是评剧吧 我们讲金剧 跟舞台剧其实都 这两个有相通之处吗 非常不同 是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在做跨界演出的时候呢 其实是经过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规划 当我还在金剧团的时候 我跟国修老师 我们俩是从小就认识的 他爸爸做那个戏靴 所以我们从小就认识 后来长大 大家念书啊什么的 就没有什么交集 一直到他自己创立的 屏风表演班时候 常去看表演 然后常去跟他聊天 我常常跟他讲 我说 国修 我说这个金剧 毕竟武生的这个年限 黄金年龄还是有限 我说我很想要做一些转变 他说那你来演舞台剧 我说我不会演啊 你来 所以我那时候 演的第一出舞台剧呢 是屏风表演班的 林怀明的小说 叫做禅 我那个时候演大学生 穿上牛仔裤 穿T恤 我不会走路 跟金剧完全不同 跟金剧完全不同 因为金剧要有身段啊 有畅象 可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 我连讲话都不大会讲 所以那个时候跟我一起演的这个有国修 有王岳 有郭子前 有曾国成 他们都是这么会演的 我根本就不会演 所以我是从屏风 当时第一部戏 那个禅就帮我训练的 我就慢慢慢慢从不会演戏 然后不会哭 哭对我来说 金剧是没有哭的 金剧什么都是城市表演嘛 就算哭也是用 也是表演 就是声音跟动作 可是在舞台剧是真正要哭的 所以那个时候哭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 我在屏风表演班 接受最严格训练 就是怎么样哭出来 这不容易 这就要很入戏才能哭出来 好难哦 我排了三个月 我完全哭不出来 因为有一幕是 最后一幕 我自己要 要拿着 我的女朋友在一个暑假 我们分手了 他去美国念书 他就要写过一封信 我们的好朋友 在一个暑假当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有人亲身啊 然后有他 所以那封信 国修老师要求我要 从念感伤到哽咽 到大哭 哇 我想我是一个 唱五声的演员 我平常根本不会哭的 熊啾啾技啊 对我哪会哭啊 我很难过 这怎么办呢 一直到快演出的前一个礼拜 国修老师 他说你喝啤酒吗 我说喝一点 他说那我们来喝啤酒 就在排练场里面就喝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回想起来 你自己一生当中 最难过 最记忆最深刻是什么 那我就想到了 我九岁进居校 因为我是住 我是新竹的客家人 我爸妈外甥人 妈妈客家人 所以我九岁之前 没有到过台北 好不容易有爸爸从外地回来 就把我带到台北来考试 我就考上了 我就掉车为考上 考上之后呢 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跟着歌仔戏班 当时叫做内台戏 他们呢就跟着歌仔戏班 在全国各地来讨生活的 所以我进了居校大概两三个月 我父亲没有来看过我 一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练功 那个时候陆光居校是在原山的那个营区 而且没有教室是在篮球场练功的 所以我就看到营区大门口呢 就进来两个 我一看那就是我爸跟我妈妈 结果可是我正在练功 我也不能过去 等到我爸爸过来的时候呢 就看着我们练功老师说 田老师这是我儿子 使劲打打死不用偿命 我当时踢个小光头 我看我爸爸 我怎么两个都也没见 第一句话就是打死我不用偿命 我的眼泪就开始打转 打转完毕后呢 我就看到妈妈 我妈妈 我记得我妈妈那张穿一个绿色的一个 一个旗袍 短旗袍 好美啊 然后看妈妈手上呢 就有一个白色的一个透明的塑胶袋 里面放两颗苹果 五爪苹果 我在竹东我没有吃过苹果 你知道吗 所以我当时就想 哇苹果 那个眼泪就缩回去了 缩回去以后 到了晚 他们到跟我讲话不到十分钟 他们就离开了 所以到了晚上呢 那两颗苹果 我旁边的同学说 哎 销来吃 给我一口吧 我说我不要 我舍不得吃 我就是用那个 你就那个苹果 我是用闻的 第一个是闻那个苹果香的味道 第二个是 你试头从那个苹果身上 闻到妈妈身上的味道 那个苹果是 我基本上没吃 就是闻干掉 所以我自己想到这个故事呢 我就眼泪就开始掉 我就想到爸爸妈妈 结果 结果想完之后呢 就开始 眼泪就开始大 一直流 所以国修说 快点快点念信 所以 我就那一刻 被国修老师打开了 我表演的那个开关 所以从此以后 不管我演金剧也好 演舞台剧或者电视 这方面的情感的 这个表达方面 我就比较能够控制 是我听的都蛮感动的 是啊 人生回响 有些时刻是让会蛮激动的 那你刚讲说你去吊车尾考上陆光聚校第一届毕业生考什么九岁 他教你什么 我们那时候第一个就是要考声音 可是我小时候在学校什么歌也不会唱 我只会唱国歌 所以我唱国歌考试 还听你声音了其实 对考你的声音 第二个就考你的肢体 是不是很灵活 那我九岁嘛 还好我的肢体还算灵活 但是呢 我很瘦 因为小时候在 你现在也还瘦啊 我们小时候在竹东的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 营养不是很好 想吃颗蛋都吃不到的 所以那个时候 家庭环境比较困苦一点 所以最后我是男生里面应该 我们男生有17个 我大概是12 13个吊车尾进去的 很多年以后呢 以前我们中世不是有一个老演员叫做洪涛 是 洪涛呢 他以前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后来他看他他他他有一次 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他从澳洲回来的时候 他说他说陆浩 我真好幸亏收了你 我不收你的话 我们就我们进去就就就就就少了一个 你的一个演员 他说当时啊 看你又干又黑又瘦 我真不想收你 所以我是吊车尾这样进去的 是很有意思 那训练苦吗 非常 到底怎么训练你们 我我跟你说 我们一天的这个功课 我们四点就起床 早上四点起床 就把我们带到呢 以前我们 我们路光俱乐本来是在原山 后来搬到木炸 当时木炸还是属于新北市 所以那时候台北县 那时候台北县 台北县 对 那木炸呢 我们他就把我们带到那个道南西 就是靠近正大的那个那个那个西 我们男生女生有四十个人 我们就叫我们开始喊嗓子 就是因为要唱歌嘛 就开嗓 阿姨 这样喊嘛 所以每天都喊阿姨 就喊这两个字 很大声 半夜四点 大概喊不到一个礼拜 然后被附近的农家放狗咬我们 因为太吵了 可是呢 我们学校就蛮天才的 河边不能喊 就把我们带到山边去 我们学校后面呢 是山 就哇 那个时候冬天啊 剃个小光头 穿个小大衣 就在那站在那边喊啊 喊阿姨阿姨 完了以后 大概天五点左右 天就慢慢亮了 亮了之后呢 我们自己一看 原来我们站在木栅公墓的墓碑上面 可以的看不到 吵死人 吵死人了 所以我们早上课程是这样子 完了以后呢 大概六点多钟 七点 六点钟我们就回到学校 就开始练翻跟斗 你知道翻跟斗的第一功课就是倒立 那个倒立 我们要从几秒钟开始要练到 要在墙上倒立一个钟头 倒立一个钟头 哇 那个汗水啊 泪水啊 什么鼻涕啊 口水啊 都因为很累嘛 你就就想说 我不要学了 不要学了 可是没有人敢从墙壁上掉 你脚不脚在靠墙壁上 不敢掉下来 因为你掉下来 老师就拿藤条抽你 我们以前是打骂教育 老师们 然后还要练什么 腿弓 像跳芭蕾啊 那种那个拉筋啊 朝天凳啊 然后还要去学那个 那个基本功就是靶子 武器的对打 到了下午我们才开始学系 就是你看 依据你的性向 跟你的个性来分什么 生蛋尽丑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就被分到五神组 五神组是最苦的 因为要练很多武功这样子 最好看的 说什么 对最有劲的 对对对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朱璐豪先生 他是台湾第一美猴王 他们在12月25号 26号在高雄 魏武营 魏武营的戏剧院 要这个演出 他是由这个 驱事教育基金会 真剧场 跟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一个耀声计划 联合主办 叫做东方神奇 美猴王 是 美猴王 美猴王回来的 我们继续再回来 好那么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朱璐豪先生 台湾第一美猴王 他们在12月25号 20号在高雄 魏武营 要演这个东方神奇 美猴王 魏武营 是我这个大学别 预官三个月基础训练的地方 很苦很苦 哭死我们了 还要从魏武营 走到部校 走很远很远 当部校再走到 那个教练 每天搞 待会搞好几个钟头 就是不错 他们现在听说 这个变成 这个艺术园区 非常好 非常非常棒 那好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东方神奇美猴王 到底是 什么样的戏 好不好 好 东方神奇美猴王 我们这次演出的 这个段落 是三段 第一段是闹龙宫 讲述的是 孙悟空出道之后 没有合适的兵器 所以就跑到东海 去跟龙王借兵器 海龙王 试了很多兵器 最后都不合适 最后看到了 定海神针 可是定海神针 又太大 太大了 千斤重 对 三万六千 对 三万六千斤 所以最后呢 他就用 用 就用他师父教他的 缩小之咒 把那个定海神针 变到耳朵里面去了 所以就是 金箍棒 变成金箍棒 那第二段呢 我们要演的是 闹地府 当然跟前面的关系 这个戏有关系 这个龙王呢 这个定海神针 被借走之后呢 就有点生气 就是跟阎王告状 希望阎王呢 把这个孙悟空的 这个生命呢 收回来 结果呢 这个这个阎王一看 哎呀 他的生死部里面 孙悟空还有 一万八千岁 可以活 所以最后 就请那个判官 更改了生死部 就今年今月 今日死 阳寿近 对 阳寿已近 所以孙悟空一发现之后呢 哦 原来你们这样搞我 对不对 好 他就在地府里面大闹一场 就是完了以后呢 我们第三段是闹天宫 就讲这个玉帝呀 跟这个李长根呢 呃 为了安抚这个孙悟空呢 就把 把他骗到天宫去呢 给他安了一个 毕马温 毕马温 那孙悟空以为 这个毕马温官很大吗 结果他是天上 看马的一个小官 啊 后来这个马王来查马时候呢 就处处呛他 你就是一个小官 你干嘛 所以孙悟空一听又生气了 就把这个马王打一顿之后呢 他又回花果山了 啊 可是 可是这个玉帝跟这个李长根 他们又又又施行了 第二次的骗术呢 说哎 我们有盘桃大会 请你来这个复会 结果骗上去以后呢 根本没有他的座位 根本没有他 所以孙悟空这个一气之下 你们都骗我 所以最后呢 就大闹天宫 所以我们就演这三段戏 闹龙宫 闹地府 闹天宫 都是闹就是了 对 孙悟空就会闹 那么这是12月25号 26号下午2点半 刚刚没有讲2点半 2点半在高雄卫武云的国家戏剧院 凤山的三多一路一号了 那要买票的话 到两天院购票系统 是 两天院购票 现在可以买了 现在可以买了 那我看我看主要演员有你 还有许挺方 秦郎 是 其他有 王海波 杨宇静 张德天 舒建宇 是 还有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京剧学系的学生 那制作人是陈奕珍跟刘静丽 导演是刘光彤 那你跟那个刘光彤是共同编剧 是 艺术总监也是你 是 那编剧是根据 就根据什么 根据什么来别 西武剧啊 什么 因为我这些本来都是传统的折子系 但是呢 传统政治系太长了 所以我们 台湾 你们得把好几个合在合遍 对对对 本来够闹这个光闹 闹天宫 闹地宫闹 闹闹闹闭起来 本来都可以分别变成一个戏 浓缩 让它整个不超过两个小时的戏 要不然太长的话 观众也坐不下去 所以我们真的把它修 修编了很多很多 让精彩的部分呈现出来 那这个就是很累 就是演孙悟空人就非常非常累 都是演精彩 因为以前 因为以前都是我一个人演 那这一次呢 因为做传承嘛 所以我们第二代侯 就是徐庭芳 他还不到30岁 第三代侯呢 才19岁 是戏剧学院这个经济学系 这个大一的学生叫秦朗 所以我们这次呢 师徒三人来大闹魏武音 那最难能可贵的是 我特这次演出 特别把我的最好的朋友 王海波 台湾第一女花脸 因为他也二十几年 没有上舞台表演 那他住在美国嘛 所以我们这次 前半年就把他请回来 让他请他帮我来跨刀 演了一个托塔李天王 海波也很有意思 他答应之后呢 他每天后悔 因为他如果太久不上台了 他不知道他的嗓子 能不能这个应付 所以他提早半年就回来了 半年之后经过隔离啊 还有他隔离之后 他们现在每天喊嗓子 然后穿那个靴子走路 所以就是我们都非常 敬敬业业的希望能够把 美猴王这个角色 这出戏能够做一个 比较好的传承 这样子 是听起来应该很精彩 那就嗓子如果 一定要叫每天喊每天喊啥 否则就不行了 就闭起来怎样 对 嗓子是这样子 你如果不是每天有机会 那个上呼琴啊 吊吊嗓子啊 或者唱一唱啊 你的嗓子就真的 他那个声带就会缩起来 真的是这样 而且最主要是你的丹田气不够 还非要从丹田出来 丹田对 唱金句跟他们唱西洋的那个 Pafariotia他们唱的歌 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都是用丹田 都是用丹田 还有他的声法跟呼吸法 其实东西方是贯通的 那只是以前我们的教育比较传统 都认为说唱什么声乐啊 我自己因为是传统教育出身的 所以我学的时候是传统 老师老师 就我们的老师们 他们可能是以前的观点 他就说用力用力 老叫我用力 可是我更不懂用力在哪里 所以就觉得自己嗓子唱戏的话 老觉得半出戏唱完 就累了 就累了 就不够用了 那个声音就批了 后来我自己大概三十二十岁左右 我自己跑去学声音乐 我找声音乐老师去学习我的呼吸 学习我的发音位置 完了以后呢 其实我发现 当你学完这些西方的这个发声法之后 反而对我们自己传统京剧的演出 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一直把这个方法 这个观念推展给学生们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一套 两个合并在一起 应该是不错的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朱禄豪先生啊 他们马上要演一个东方神奇美猴王 12月25日26号在下午两点半 在高雄卫武营的这个戏剧院 那你可以到两厅院购票系统去购票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为你回到赵浩康视频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台湾第一美猴王朱禄豪 他其实是要带猴子猴孙 猴子猴孙 有下一代三十几岁 十几岁 很年轻 这样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其实金剧当然很好看 尤其我是觉得武打戏是很好看的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就是说那么费体力 从小就要训练 那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因为动作 就你看他滚来滚去 滚来滚去 觉得好看 可是就是 到了一定年龄那个就 对 你刚刚讲四十五岁 但我看有些他们六七十岁还演得不错 我是觉得这样子 因为金剧好处就在 你什么年龄可以演什么戏 所以我虽然退了 但是我可以演比较稳的戏 所以你必须要有嗓子 你才能演一些比较稳的戏 所以美猴王虽然是 很耗费体力的戏 但是我可以不交棒以后 我可以演别的 所以你到五六十七八十都还有人演 我们台湾有一个百岁仁瑞 戴琪霞老师 他有时候一百岁 他还在演一个观音得道 应该多可怕 这不错 那好 我是觉得光两场 不是有点可惜吗 这把讲讲特色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 是 我们这次美猴王的特色 除了传统的技术以外 我们还加了很多现代剧场的元素在里面 比方说灯光设计 舞台设计 还有甚至 那个吊钢丝可能都上了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现代剧场的一个辅助 但是绝对不会掩盖传统艺术的表演 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多演几场 本来我们在台中有一场演出 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九月份 我们就把台中的场地给它坑掉了 很可惜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想申请台北跟台中的场地 因为台北的观众一直说 光在高雄演台北不演 因为台北的观众还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申请台北的台湾戏曲中心 希望明年可以给我们场地 我们可以把最好看的美猴王来呈现出来 是 不过不管怎样了 至少现在在高雄魏武营 12月25 26刚好 圣诞节 圣诞节 我们讲的行献纪念日 圣诞节 我觉得蛮好的 在那边演这个东方神经美猴王 的确孙悟空这是很精彩 当时能够写出这样 在那个时候写出这样的人物 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孙悟空是一个非常正义 然后不容易 不容易一点点这个欺骗在正义的使者 是是很有趣的 你看这一路这个 这个取经一路的过程 真的是 就是我这样想说 那个时候人那样的想象 你能够 那时候应该很保守的 那个想出这么一个角色 是 现在人都不见得能够想出这样一个角色来 没错 真的是那个那个作者是很厉害的 那 当时你为什么挑这个角色 我才回到最初 最初 因为剧团要公演 要要卖钱 所以这个角色是最卖钱的 当时我最喜欢 最喜欢的 但是就第一次也也演得很差了 你要都叫我废废 不是猴子 后来经过很多年的努力 我自己去动物园看猴子 真的去观察他 去观察猴子 然后再跟老师们学 再融合台湾的现况 把小朋友最喜欢的卡通 我都把它编排在我们的戏里面 所以小朋友们来看 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戏 好 这个老少嫌疑应该是 好 祝你们演出成功 12月25号26号下午2点半 在高雄为五营 也鼓励大家 踊跃去购票 可能这个再不购 就会来不及了 好 谢谢猪六郎先生 谢谢 谢谢张大哥 谢谢朋友们 谢谢